我又換了一支筆 一樣是同樣的信號 看這支筆 品質是不是還不錯 有時候會買筆有時候會發現 買得好好寫喔 下次去買就很差了 那是因為筆每次都不一樣 師傅的能力也有限 他也不是電子產品 買一台手機 同樣的公司會有同樣的品質 這個很少 有時候還買到雞王 一天到晚都出問題 那同樣的筆也一樣 可能第一支好寫 那是運氣好 如果第二支還是好寫 那就是他品質不錯 第三支還是好寫 那表示他品質做得非常的 好 這時候你就趕快去買個 十支啊二十支來放 因為下次去也有不一樣 寫字人的一個 應該說是一個必經的路程 沒有一個師傅敢保證 他做出來比每次長的都一樣 每一支都肯定品質一模一樣不可能 所以我的做法都是 試試看 試試看 不錯的 趕快去買了 至少這一批品質是好的 那有時候我們遇到說去買的時候 他說剛好沒有了 因為 不會有人特地做了那麼多支等著你去買 所以 這時候他會叫你再等一下 等新的時候再通知你去 如果這樣子的話 是新的一批 那你就還是買一支就好了 因為再等一下表示他要進新貨 進新貨表示 跟上次那個一定不一樣 那你就再買一次 買一下就好 買一支就好 不要想說上次很好 那這次我們買個十支 新貨來的時候你也是買十支 那這樣你是在冒險 當然有些人說 因為我每次買這一家品質都很穩定 那你就可以相信他 不過我都還是保持比較悲觀 反正同批的我只買同批的 下一批來我只買一支 那如果不好的話我就不買了 因為大家都知道 你去問那個 這筆師傅 你敢保證每一支長的都一樣嗎 怎麼可能嗎 你想也知道 每次來的 毛 毛料又不同一支 雞同一支也有部位上的差別 這究竟不是科學 科學就會 想辦法調的都一樣 最精準就是藥 我們吃藥 吃藥的話 當然他要調的精準 所以為什麼 原廠的藥比較貴 一些學民藥啊 或是人家後面在 跟近做的藥會比較差 就是這問題 就是那個成分的比例 就是沒辦法調的那麼準 那有人說那比有沒有可能用用 想辦法讓他做的都一樣嗎 在想這種機會真的比較少 因為他本身也是一種工藝 當然有可能隨著科技的發展 說不定哪一天有自比機器人 不能說不可能 但是如果說叫機器人寫字應該還是不可能 唯一可能就是那個機器人 他可以灌輸到一些技術在裡面 這樣就有可能 不過灌輸技術裡面 他就少了一個創意啦 就是你告訴他他就會去做 可是沒告訴他的話 他可能就做不出來 但如果是用機器人寫字 其實也沒有價值 就是用電腦 像電腦印出字啊 那個字沒有價值 沒有價值在於他沒有溫度 就好像寫一個作品說 寫了那我印給你 跟我親自寫給你 這兩個的溫度不一樣 同樣的有人現在流行用簡訊啊 用微信啊 用微信去慰問你 跟親自手寫給你 可能手寫人家會流起 萬一你成為大書法家的時候 這張是當時的手稿 也還不錯 那你說啊 這大書法家當時的微信 好像沒什麼意思啊 搞不好人家說啊 那個假的啦 截圖自己 不知道去怎麼作品 那個修圖出來的 也沒什麼價值 手寫有溫度啦 這個應該是所有 電腦裡面 唯一不能取代的 就是溫度了 電腦可以取代很多事情 但是唯一就是不能取代溫度 這支還算好的 品質還算穩定 不過我還是覺得上一支比較好 所以 覺得上次的彈性 跟筆毛恢復程度 比我現在這支還好 同樣一個品牌 同樣一支筆 不同時間買的 這支沒有那麼好 但是也沒有很差 只是確實上是 筆毛的彈性跟那個 毛筆的質感做得比較好 最近也幫人家試了幾支筆 效果還是都不太好 他還不曉得跟他怎麼說 總不能他人家作筆 來你每次都跟他說不好 這也怪 好像人家都不會作筆 只是他做的可能不是我們要的 但我還不獻 是 的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